我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剛上來台北工作 我在永和租房子 我住二樓 我那時候就因為我很難睡覺 我很淺眠 只要一點點聲音 我就會醒的這種人 那我就有調查過說 樓上是住著一對阿公阿嬤 大概都七八十歲 我想說那應該不會有 像我小朋友跑來跑去 而且就他們兩個老人家 住在上面而已 我錯了 我大概早上 因為那種舊式公寓 大概四五十年的房子 那隔音比較長 我住二樓要住三樓 我早上大概固定六點 我聽到的不是我要尿尿 是直接聽到尿尿的聲音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的格局都一樣嘛 我的主臥室上面 就是他們的主臥室 所以早上六點我就聽到 那阿公媽穿著那個拖鞋 不是那種軟拖鞋 它是那種比較木漆 不是木漆 但就是比較硬的 那種薄的那種 那個都聽得到 對 我就早上六點 我就聽到 因為那個聲音很立體 就從我的房間 走到廁所 然後走到廁所之後 因為很安靜 你就聽到那種 那種尿尿的那個水的聲音 它膀胱很好耶 這是阿公的聲音 接下來會有阿嬤的聲音 那種 我不誇張 小貓死啦 真的都痛 真的 因為好安靜 然後尿完之後 好啦 更恐怖的來了 它就從廁所走出去 走到陽台 然後沙門打開 的聲音開始 因為那種舊式的那種建築 我們的陽台 會有那個 那個塑膠的那種 雨遮 那是波浪板的 對... 哇 那掉下去很大聲啦 想說會... 我每天都差不多六點半 我就看不出來 對 除了這些生活上問題 我自己本身也有個問題 可莉姐會不會在家裡 脫衣服 當然會啊 誰在家裡不脫衣服 輕鬆一點啊 像我本身可能有時候就 在家有什麼關係 在家裡走來走去啊 可以啊 有什麼關係 沒人啊 對 怪怪的 泰雲是不是也有這樣的 因為其實我有兩個朋友 他們以前曾經是電視台的主播 那剛好是一男一女 像那個女主播他的狀況是 他在家裡也是習慣就是全裸 那但是呢 因為我們一般陽台 都有那個女兒搶嘛 所以說其實 你就算在陽台做任何事情 你頂多是上半身被看到 那我那個朋友呢 他是因為想說 他的對面那一棟大樓 中間隔著40米的大馬路 所以對面那棟大樓其實很遙遠 那他就覺得沒差 那他就是會去陽台 一樣也全裸 就在那邊洗衣服 就往他這邊拍攝 對 他就覺得說 怎麼好像有一種被侵犯的感覺 因為 因為他不是在公共設施 公共區域 裸體嘛 他是在自家 頂多只是外面的陽台 可是陽台也是他的範圍 他的家的範圍 所以他就覺得有一種被侵犯的感覺 他就跑去提告 然後也跟管理員講 可是後來好像這件事情不了了之 可是我就 我進一步問他說 為什麼 那我也不曉得 他後來律師是怎麼回答他的 反正就是好像告不成 而且好像他反而要被告 這個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通常而言 我們就用陽台跟家的戶 室內來做一個區分 其實你在家裡面 不管你怎麼穿 那是 那是你自己的自由 你有隱私 你可以期待你在家裡 不被別人偷窺 所以像剛剛在那個裡面洗澡 那別人偷看你 那就有問題 但是如果 我們講比較誇張 如果你跑到陽台裡面 裸體 或是做一些事情 那你在陽台 我們這樣講 如果是40米的那種距離 或許你可以期待別人不看到 那如果你在這邊是裸體的 或是你沒有穿衣服 在做一些事情 那確實就有可能是有一點 設辦到公然猥褻的問題 所以他簡單區分 在家裡你想幹嘛就幹嘛 但是拖到別人外面一點點 如果別人可以看到的地方 那就盡量什麼事情都不要做 這是有一對夫妻 他們住在一個公寓裡面的三樓 然後那個太太呢 跟先生都是上班族 這個通行那個小 就是舊式的公寓 那個鞋櫃是在外面 鞋就會堆一堆這樣 然後這個太太去上班的時候 就發現 他有一雙高跟鞋 他有很多高跟鞋 但是有一雙高跟鞋呢 奇怪好像沾到綿綿的東西 可能在路上碰到髒的東西 或飲料之類的 然後這個太太沒想那麼多 就把它稍微擦一下 然後機率就去上班 穿那個鞋去上班 然後過幾天呢 又是同一雙鞋 然後上面一樣沾的髒髒的東西 然後這個太太就跟先生抱怨說 老公好奇怪 因為其他的鞋都沒事 為什麼只有我這雙高跟鞋 都一直隔幾天 就有年齡的東西在上面 老公就覺得 怪怪的 所以他們就裝那個監視器 想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得了 他們拍到那個監視器呢 原來他們二樓一個鄰居 都已經30歲了 跟爸媽住 那個鄰居就偷偷地上來半夜 走上了 走樓梯上來 拎了那雙高跟鞋 幹嘛 回家去 開始做手工 手工做完之後 手工愉快一下 手工做完之後 你說DIY 對 高跟鞋其實是那個男生的精益 然後他又把高跟鞋 再放在原來的位置 更噁心的是 戀物屁 這對夫妻就很氣 他自己就找那個男鄰居理論 然後他的爸爸媽媽就出來說 不要這樣啦 不要這樣啦 我兒子啊 年紀小 不懂事 爸爸 原諒他啦 怎麼能原諒呢 這不是一雙高跟鞋的問題好不好 好 所以那個太太就告了 名副其實的 二鄰居邀請到現場 歡迎 歡迎真正的二鄰居 來啦 來啦 小二 我有準備 準備東西來招待你 怎麼會有人養這個在家裡 對 他這樣餵他會吃嗎 他已經餵得好大耶 長得那樣 你不要讓那樣的 去碰一下鼻子 你不要逗他吧 你是逗他 他會覺得你在玩他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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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手耶 其實也沒那麼恐怖啦 早 他吃得很省耶 他沒用手餵 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哥哥 哥哥 好酷酷喔 慢慢 慢慢 對 對 乖 好乖喔 哥哥 你在那邊幹嘛 哇 他吃了 那他就會一直面對這張椅子嗎 我給你換位子 我給你換位子 放喔 那個肉片可莉姐的腿好像 顏色好帥 我沒有切塊 我沒有切塊 誰誰為什麼你會養鱷魚啊 沒有 就是從小都很喜歡動物 那就是 特別喜歡鱷魚 它充滿著野性的那個 粗曠的外表 就覺得很帥很可愛 所以你養了一隻鱷魚 我總共養了七隻 七鱷魚 都在家裡嗎 都在家嗎 對 都在我租的房子 你應該沒有家男朋友對不對 對 其實養鱷魚比養狗好很多 因為養狗會叫 會吵 會有聲音 牠沒有聲音 但是我們這個養鱷魚很安靜 然後沒聲音 然後排泄物就在水裡面 我們換水就可以了 但是狗不會吃人 牠會不會拉出去嗎 我也不會不會爬出去 牠就在我們家的客廳和後院這樣走 動作很慢 後院 動作都慢慢的 就像你剛剛看的那樣子 牠慢慢的 我們跑得比較快 跑得快的應該都被吃了 沒有 其實只長很恐怖 跟大家一般民眾的 先入為主的觀念而已 那你在家裡 你是怎麼安置它 比如說會有籠子啊 還是說就跟你生活在一起 就生活在一起 妳看電視他就躺在你旁邊看電視 看電視 沙發底下有隻鱷魚 然後走過去廁所 一直鱷魚在水噴裡 你有家人嗎 沒有 我自己住 所以你的家人就是他們 對 就是他們 就走到哪裡 就看鱷魚 然後關門的時候 還會卡到鱷魚 牠是最大隻的嗎 牠是我家裡面最小的 我最大隻的 最小的 最小的 對 還有更大的 最大 多大 最大 差不多兩米左右 兩米 對 三十幾 比阿強還高耶 不是 比牠還高耶 真的假的 你 真的 最小隻也是比較方便 兩米就跟牠 跟阿翔宇一樣 妳就兩米啊 對啊 你抱不動耶 對 這麼大隻耶 顏色好搭喔 顏色好搭 顏色好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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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嚇跑了 不要跑 你在你家裡面 除了鱷魚之外 有養其他的動物嗎 我有養狗 然後也有養蜥蜴啊 怎麼相處 然後蛇啊 還有一羊 狗怎麼跟牠相處 沒有 我的狗 是負責管理這些鱷魚的 哇塞 人家是養犬 是負責養犬 負責養犬耶 這就管牠們這樣 我狗還會幫我看著食物 假如說我今天要餵鱷魚啊 我一桶生肉在那邊 鱷魚只要靠近狗 就會把牠凶走 牠會怕狗 我家鱷魚全部都怕狗 狗會互視 跟你講 你真的要保持跟家人聯絡 因為其實有些 對 接不到你電話三天 有問題了 對 就會被牠的寵物吃掉耶 真的 我只要稍微 兩三天沒有 沒有回任何人去 我也沒有回我朋友群組 他們都說 還會繞過去看一下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事情 所以真的人家會擔心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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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